人最不容易看清的是自己 作者老舍 悲观有一样好处 他能叫人把事情都看清了一些 这个可也就是我的坏处 他不起劲不积极 您看我挺爱笑不是 因为我悲观 悲观 所以我不能板起面孔大喊 孤留背 我不能这样 一想到这样 我就要把自己笑毛骨了 看着别人吹胡子瞪眼睛 我从脊梁钩上发麻 非笑不可 我笑别人 因为我看不起自己 别人笑我 我觉得应该 说得天好 我不过是脸上平润一点的猴子 我笑别人 往往招人不愿意 不是别人的量小 而是不像我这样稀松 这样悲观 我打不起精神去积极地干 这是我的大毛病 可是我不懒 凡是我该做的 我总想把它做了 总算得点报酬 养活自己家里的人 忙好了说 尽我的本分 我的悲观 还没到想自杀的程度 不能不找点事做 有朝一日 非死不可呢 那只好死咯 我有什么办法呢 这样 你瞧 我是无大志的人 我不想当皇上 最乐观的人 才敢做皇上 我没振奋胆 有人说我很幽默 不敢当 我不懂什么是幽默 假如一定问我 我只能说 我觉得自己可笑 别人也可笑 我不比别人高 别人也不比我高 谁都有缺陷 谁都有可笑的地方 我跟谁都说得来 可是他得愿意跟我说 他一定说他是圣人 叫我三跪九寇 报门而尽 我没这个瘾 我不教训别人 也不听别人的教训 幽默 据我这么想 不是嬉皮笑脸 死不要鼻子 也不是怎骨子劲 我成了个写家 我的朋友 德成良殿的写账先生 也是写家 我跟他同等 并且管他叫儿子 二哥 既是个写家 当然得写了 风格及人 还是风格及驴 我是整个人 自然写怎样的文章了 于是 有人管我叫幽默的写家 我不以这为荣 也不以这为辱 我写我的 卖得出去呢 多得个三块五块的 买什么吃不香呢 卖不出去呢 拉倒 我早知道 只知写文章吃饭 是不易的事 稿子寄出去 有时候是肉包子打狗 一去不回头 连个回信也没有 这 咱只好幽默 多伤见着那个骗子 再说 见着他 大概我们俩 总有一个笑着去见阎王的 不过 这是不很多件的 要不 怎么我还没想自杀呢 常见的事是这个 稿子登出去 愁金就睡着了 睡得还挺香甜 直到我也睡着了 他忽然来了 仿佛故意吓人玩 树木也惊人 他能使我觉得自己 不过值一毛五一斤 比猪肉还便宜呢 这个咱也不说什么 国难期间 大家都得受点苦 人家开铺子的也不容易 掌柜的吃肉 给咱点汤喝 就得念佛 是的 我是不能当皇上 焚书坑掌柜的 咱没那个狠心 你看这个劲 不过 有人想坑他们的 我也不便拦着 这么一来 也就有许多人 看不起我 连好朋友都说 伙计 你也硬挣着点 说你是 为人类而写作 说你是中国的高尔基 你太泄气了 真的 我是泄气 我看高尔基的胡子 可笑 他老人家 那股子 自卖自夸的劲儿 打死我也学不来 人类要等着我 写文章 才变体面了 那恐怕太晚了吧 我老觉得 文学是有用的 拉长了说 它比任何东西都有用 都高明 可是 往眼前说 它不如一尊高射炮 或一锅饭有用 我不能吆喝我的作品是 人类改造完 我也不相信 把文学杀死 便天下太平 我写就是了 别人的批评呢 批评是有益处的 我爱批评 它多少给我点益处 即使完全不对 不是还让我笑一笑吗 自己写的时候 仿佛是蒸馒头呢 热气腾腾 莫名其妙 乃至冷眼人一看 一定看出许多错来 我感谢这种指摘 说的不对呢 那是他的错 不干我的事 我永不不便 这似乎是胆小 可是也许是我的宽宏大量 我不便往自己脸上贴金 一件事总得有两面桥 是不是 对于我自己的作品 我不拿它当作宝贝 是啊 当写作的时候 我是卖了力气 我想往好了写 可是 一个人的天才与经验 是有限的 谁也不敢保了老写的好 连河马也有打盹的时候 有的人呢 每一拿笔便想到 自己是弹钉 是莎士比亚 这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天才需有自信的心 我可不敢这样 我的悲观 使我看清自己 我常想客观地 咕量咕量自己的财力 这不易做到 我究竟不能像别人 看我看得那样清楚 好吧 既不能十分看清楚了自己 也就不用装算 谦虚是必要的 可是装算 也大可以不必 对做人 我也是这样 我不希望自己是个玩人 也不故意地招人家的骂 该求朋友的呢 就求 该给自己朋友做的呢 就做 做得好不好 咱们大家凭良心 所以我很和气 见着谁都能扯一套 可是初次见面的人 我可是不大爱说话 特别是见着女人 我简直张不开口 我怕说错了话 在家里 我倒不十分怕太太 可是对别的女人 老觉得恐慌 我不大明白 妇女的心理 要是信口开河地说 我不定说出什么来呢 而妇女又爱调眼 男人也有许多爱调眼的 所以初次见面 我不大愿开口 我最喜辩论 因为红着脖子 粗着筋的 太不幽默 我最不喜欢 好吹腾的人 可并不拒绝 与这样的人谈话 我不爱这样的人 但喜欢听她的吹 最好是听着她的吹 吹着吹着 连她自己也忘了 吹到什么地方去 那才有趣 可喜的是 有好几位朋友 都这么说 没见着阁下的时候 总以为阁下 有八十多岁了 感情阁下并不老 是的 虽然将分四十的人 我倒还不老 因为对事清淡 我心中不大藏着计划 做事也无需耍手段 所以我能笑爱笑 天真的笑 多少显着年轻一些 我悲观 但是不愿老生老气地悲观 那近乎虎视 我愿意老年轻轻地 死的时候 像顿松花江蚕似的那样 哀而不伤 我就怕什么权威嘞 大家嘞 大师嘞 等等老气横秋的字眼们 我爱小孩 花草 小猫 小狗 小鱼 这些都不虎视 偶尔看见个 穿小马褂的小大人 我能难受半天 特别是那种 所谓聪明的孩子 让我难过 比如说 一群小孩 都在那儿看便系法 我也在那儿 当会儿有那么 一两个七八岁的 小老头说 这都是假的 这叫我立刻走开 心里堵上一大块 世界确实更文明了 小孩也懂事懂得早了 可是 我还愿意 大家傻一点 特别是小孩 倘若小猫 刚生下来 就会捉鼠 我就不再养猫 虽然 它也许是个神猫 我不大爱说自己 这多少近乎吹 人是不容易 看清楚自己的 不过 刚过完了年 心中还慌着 叫我写人生余事 实在写不出 所以就近地 拿自己当材料 万一将来 我不得已 而做了皇上呢 这片东西 也许成为史料 等着瞧吧 不得已